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视最惨的 这一期是孙岳专场 原本孙岳的老哥大家也是很期待的 但是在一些飞行嘉宾的翻唱改变后变得面目全非 收视低成为必然 第四期节目是方文山专场 其实也可以叫做半个周杰伦专场 这一期收视率排名第二名 方文山专场由于方文山不唱歌 但是会讲很多知名歌手的故事 同时这一期的歌曲也均为经典代表作 直播关注度0.4776%和第五期只差了0.0003% 可见 阿渡专场的歌曲和方文山专场的歌曲 讨喜程度不相上下 第五期节目是阿渡专场 直播关注度是0.4773% 收视率排名第三名 峰值是0.57% 是全部六期节目中峰值第二高的一期 说明某一首歌曲的收视人群非常多 证明阿渡的歌曲影响力不低 和峰值第一的第一期节目一样 第一期节目肯定也有某首歌曲是观众大爱的 所以峰值高达0.58% 第六期节目是梁勇琪专场 收视率直播关注度0.471% 排名第五名 梁勇琪的歌曲相比较其他嘉宾而言 冷门的还是比较多 当然对于梁勇琪的粉丝来说 她的歌曲是很热门的 梁勇琪发文告别节目 目前网络也公开了梁勇琪演唱会的时间 定在2月 在香港举办 感兴趣的歌迷可以关注 梁勇琪主场勾起青春回忆 孙岳萨气演唱经验全场 本期庄主梁勇琪出场就给观众带来了经典歌曲《短发》 而这首作为代表作的歌曲 一想起就收获了在场歌手超高的欣赏热情 短发不仅是梁勇琪的代表性造型 也是承载了无数观众青春的存在 梁勇琪那甜美的嗓音 加上稍显轻快的旋律 一开口就是整个难忘的轻松年华 时光音乐人孙岳本次选择演唱梁勇琪的经典曲目《爱得起》 他对歌曲全新的诠释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味道 让人一听便感受到了拿得起放的吓得豪迈感 在孙岳萨爽的演唱中 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受伤后的处置泰然 就连梁勇琪本人也直呼惊喜 毫不吝啬地表示这首歌被演唱出了独一无二的感觉 从六期节目的收视率排名来看 最不讨喜的一期就是第三期 这一期不是孙岳的歌曲不好 而是请来的飞行嘉宾专业性不够强 可能节目组也有担忧 所以李斯丹妮和吴墨仇的飞行只有一期 而方文山专场创造出来的收视佳机 让节目组也看到了歌曲热度的重要性 马上跳过第七期的新春特辑 第八期的情歌特辑即将开启 喜欢方文山专场的观众可以重点观看第八期 对于前面六期节目而言 你们最喜欢哪一期的哪首歌曲呢 更多音乐歌手内容资讯更新 感兴趣可以关注